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 赞赏中国留学生自发的爱国爱港言行 反对分裂国家行径 借着近期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一些人趁机在全球多索高校煽动港独 此时 爱国留学生们勇敢地站了出来 继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中国留学生高唱国歌反制反华游行后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三名中国留学生也挺身而出 和校园中的港独女子理论 交涉过程中 女子假摔倒地 事后更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扭曲事实 在社交媒体制造舆论博取同情 三名留学生也因此遭人恶意曝光个人信息 面对频繁的骚扰甚至网络暴力 三人强调 作为中国人 我们对有被中国立场挑战中国底线的行为 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容忍 他们同时呼吁广大中国 在新留学生应对此事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识 希望不要对香港同学有偏见 因为大部分的香港同胞都是爱国的 7月31日晚 三名当事人之一的刘同学 接受了观察者网采访 详细描述了事发经过 校方反应以及他们下一步的计划 7月29日下午 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一个食堂小院里 两男三女五人 在所谓的连农墙上张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标语 标语中支持港独暴徒的言论招然若揭 并且大肆抹黑香港警察特区政府 刚好路过此地的刘同学一行三人 见状后上前与之理论 试图向对方阐明自己的观点及态度 从网络流传的视频中可以看见 张贴彪与一方始终在用英语进行交流 然而刘同学对观察者网表示 对方可以听懂中文 一开始他们甚至还用普通话交流 但一见到刘同学他们拿出手机录像 对方立刻切换成英语 并声称听不懂中文 留学生用普通话问 我说中文不可以吗 该女子用英语回答 Yes, you can But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随即刘同学一行便以英文语之辩论 并指出既然你说这里是新西兰 那也别讲粤语 对方继而以新西兰言论自由 我可以说任何语言 来拒绝与我们正面探讨 声称 言论自由 我们有权贴任何东西 留学生们表示 正是因为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也可以张贴 并无不妥之处 在此过程中 对方一名男性气势汹汹 向刘同学一方走来 言论也比较过激 刘同学他们健壮也向对方走去 双方有身体上的触碰 但并未发生真正的冲突 此时 对方一名黑衣女子 静止插入双方中间 试图保护自己一方的队友 而男子也趁机顶撞刘同学 刘同学告诉观察者网 由于不想和女生发生冲突 不想对他动手 自己试图将他挡到一边 但就是这个动作 造成了这名女子戏剧性的假摔一幕 且他准备摔倒的时候 就开始不停用英语喊保安 声音很大 并不是那种在无准备下被人推倒的样子 最终也并没有安保人员来到现场 但对方以此借题发挥 声称中国留学生故意推倒女子 并且出现的目的就是与之发生冲突 武力恐吓 刘同学强调 他们的本意只是和对方和平辩论 是在过程中产生了分歧 此后 倒地的女子在接受 新西兰媒体采访时 扭曲编造事实 并且于事发当晚在脸书上 制造舆论博取同情 事后他们了解到 假摔倒地的女子是中国 新西兰双重国籍 并非奥克兰大学学生 之前在香港恒生银行工作 刘同学告诉观察者网 当天涉事的三名中国内地留学生的个人信息 均遭到曝光 他本人姓名 手机号 社交媒体账号 全被放到一个港独分子的平台 当晚其社交账号收到近百条歧视 辱骂的消息 只能关闭接收功能 此外 刘同学还遭到 港独分子的电话骚扰 另外两名当事人也有相同遭遇 甚至一位帮他们上传视频到微博的朋友 也遭到港独分子人肉 其姓名 身份证号 国内住址 甚至他父母的信息 全部放到港独分子的平台 遭大肆传播 刘同学透露 奥克兰大学刚开始 并不想出面参与此事 因为并没有爆发真正冲突 但港独分子不断向学校投诉 发邮件去轰炸校方 刘同学说 奥克兰大学副校长 其后给所有中国留学生发了一封邮件 内容比较中立 并没有针对哪一方 大致内容是新西兰有言论自由 他们可以在合法情况下去张贴他们的言论 阐述他们的意见和观点 这也是学校最近的官方回复 由于对方不断给学校施加压力 带着记者去报警 奥克兰也要求三名涉事中国留学生下周一接受调查 警方目前尚未联系到他们 但有新闻报道警方会跟进此事 对于中国留学生是否会有下一步行动 刘同学表示 在事件发生后 港独势力在当地媒体反复抹黑中国留学生 学生们也非常气愤 据其了解 有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准备举行抗议活动 以和平集会方式去表达不满的意见 但为了不与之发生进一步冲突 三名当事留学生也尽可能劝说同学不要举行集会 本来31日计划进行的三场抗议活动也取消了 刘同学表示 学生们还是会有自发的行为 去抗议港独分子 他会看对方的下一步行动 不会主动行事 三名留学生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爱国立场是坚定的 毫不动摇的 我们支持言论自由 虽然我们不认同 极个别香港同学反送中 反修例的立场 但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有自己 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当然 作为在奥克兰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我们也有权对有为爱国立场的言论进行批驳 和反对并张贴代表我们立场的标语 他们强调 作为中国人 对有被中国立场 挑战中国底线的行为 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容忍 他们也呼吁中国在新留学生应对此事 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识 同时希望不要对香港同学有偏见 因为大部分的香港同胞都是爱国的 他们同时也呼吁广大在新中国大陆留学生 保持冷静和克制 不要有任何让事态升级的行为 7月31日 驻奥克兰总领馆发言人 就奥克兰大学学生因香港事件冲突时发表谈话 强调总领馆赞赏中国留学生自发的爱国爱港言行 反对分裂国家行径 对有人利用近期香港局势 以所谓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为借口 在大学校围从事抹黑攻击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煽动反华情绪 制造中国大陆和香港学生对立的行为 总领馆表示强烈谴责和反对 全文如下 近日奥克兰大学校园出现有关香港独立等内容的海报 引发学生冲突 新西兰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但报道内容有失偏颇 特别是对近期香港局势的描述严重失实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对此表示关注 愿借此机会介绍相关情况 一、香港特区政府于今年4月向立法会提交了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律条例草案 以使香港通过特别安排 与尚未签订移交逃犯和刑事司法协助协议的中国内地 澳门和台湾开展移交犯罪嫌疑人和逃犯的个案合作 修例旨在处理有关香港居民 涉嫌在台湾杀人案件的移交审判问题 同时堵塞香港现有法律制度的漏洞 彰显法制和公益 然而在香港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媒体 趁机散播威严耸听的言论 制造社会恐慌 阻挠法案在立法会审议通过 6月份以来 香港发生了数次较大规模反对 修订上述条例的游行集会活动 为更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使社会尽快恢复平静 香港特区政府于6月15日 决定暂缓修例工作 相应的立法工作也随之完全停止 对于香港社会针对修例举行游行和集会 警方一直依法批准并提供保护 但是一些激进分子蓄意制造暴力袭警 和打砸政府机构事件 其行动完全超出了和平游行示威的范畴 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 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 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 在此过程中 西方一些反华政客 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 扮演起不太光彩的角色 说穿了 他们无非是想把香港搞乱 把香港变成中国的一个麻烦 总领馆愿在此重申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容不得任何外部势力横加干涉 二 总领馆赞赏中国留学生 自发的爱国爱港言行 反对分裂国家行径 对有人利用近期香港局势 以所谓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为借口 在大学校园从事抹黑 攻击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 煽动反华情绪 制造中国大陆和香港学生对立的行为 总领馆表示强烈谴责和反对 三 总领馆希望新西兰社会各界能全面 客观看待香港局势的发展 尤其要认清激进分子界抗议为民行暴力打杂之时 在任何法治社会都是不可接受的 总领馆维护包括来自大陆和香港在内的所有中国留学生的合法权益 希望同学们在遵守新西兰法律和大学法规的基础上表达诉求 为促进新西兰社会对中国的全面了解 以及中心友好关系发展多做积极贡献 也希望新西兰社会各界继续为中国学生营造良好的求学环境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